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基本工资审议办法 我们原则上第三季 第三季就要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 来审议我们今年基本工资到底要调整多少 事实上我们称之为基本工资 劳基法第21条规定 工资由劳之双方议定 但不得的以基本工资 所以基本工资它是一个 事实上在各国的立法力里面 它有一个最低工资的一种性质 最低工资的性质 但是什么叫基本 一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劳基法1984年立法以来 1984年立法以来 有基本工资的四个字 前面可能还有一些 所谓的工资可以依选 但是那个工资可能是比较以 比如说工业生产的生产力的成长 经济成长等等的这些因素 后来又有很长的那段时间 我们的依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又不采纳了 那一直到2008年 前总统马英九先生签订 签署了两公约了以后 才有 大概劳工团体才有一个标准说 那基本工资 它应该符合两公约的精神 也就是一个劳工的工资 必须符合其家属的基本生活 才有一个可以依循的标准 跟一个计算的方法 那过去几个劳工团体 不只是劳工团体 包括说有一些地方政府的首长 他们也依循了这样的一个公式 计算出一些数额 但是几乎每一个团体 几乎每一个组织所算出来的数额 都不是那么一致 因为这样子 所以劳政这几年 我们一直认为 我们一直认为最低工资 基本工资应该要法制化 应该要更加的法制化 而这样的一个法制化 应该朝 譬如说定定最低工资法的方向 来做定定 来确立这样的一个最低工资 以及稳定未来最低工资 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这部分 事实上蔡总统在竞选的时候 也把订定最低工资法 作为它重要的劳工证件 其实他提出劳工证件只有六项 其中一项就是订定最低工资 来稳定整个最低工资的调整 我觉得执政党 目前执政党的 最低工资法的这个版本 还没有 到目前为止 还是只闻楼梯项 并没有确切的版本 而立法院里面 现在已经有时代力量的版本 跟我相信在场各位很多人跟我一样都不太能接受的国民党的版本 因为里面有一条就是外劳工资跟基本工资脱工 我想这部分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我想我们大概有几个 还是有几个重要的诉求 第一个 竞速订定最低工资法 并合理透明落实 以合理透明跟落实的原则 来订定这样的一个 明确化调整最低工资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我想过去 有时候基本工资的调整 不管它调整金额多少 在国民党的时代 曾经有调整一天一颗彩 一天一颗彩业蛋的一个金额 让劳工团体感觉到 这是一个羞辱式的调整 那到底它调整的过程 有没有公开透明 是一天的会议就决定了吗 第二当然 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工资 应该要符合两公安跟ILO的参考依据 将基本工资大幅提高到 言有的水准 台湾其实过去不调整基本工资的理由很多 包括我们面临 可能面临所谓的景气 包括我们面临我们景气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好 包括我们金融风暴 包括很多很多的理由 但是其他国家呢 其他国家跟我们有同样的风险的时候 他们也是大幅提高基本工资 来稳定某一些劳工 他的基本生活 那为什么别人这样做 我们却是却不这么做 基本工资的一个调整 它的整个波动受什么影响很大 受经济层面影响很大 所以他就忽略了当初我们基本工资所要设置的一个最基本精神跟原则 我是要照顾劳工的最低生活 所以我记得刚才金融教授有来谈 不管经济你好跟坏的时候 你的基本工资是必须要去做做适度的调整 而不是你统统去参考经济面 像我老师所说的 我们的层级设定的太低 这个我早就挑战过投资 甚至证心询问给他 但我基本上是审议委员审议委员后结果是怎么样 是送行政院核定制度 他在办法里面就这样点点嘛 所以你行政院想有最后面的一个伙绝权 这是我目前所遇的 你老师说不敢你站了多久 在那里谈一谈谈到怎么样 那你最后呢 行政院可以出来喊s or no 这是我们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整理问题 那我们刚才讲说你不可以这样 他要讲说我经济部也有派代表一名在这里面 那我能够国华英有派一起代表在这里面 政府其他本算有参与 其他劳动部长也在这里面 所以这又是他的一番说法 但是他的架构事实上成绩是属于比较低 刚才梁邦老师都谈到很多 其实我们反复就我所知 甚至他实施在总统下延的一个劳资政三方 所以他直接大概处理好就处理好 这是胖道的一个例子 让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解释是说 刚才一开始有人就谈到 这个是小英总统的证件之一 对不对 我们怎么去立一个最低工资法 那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可以做的是 我们马上可以修整 把基本公司改为最低工资 就去改 那个名称上第一个可以去做改变 那当然是怎么去强化 劳资政三方对基本公司 是劳工最低生活这样的一个共识 那也要去避免说 其实外面很多部署都把 把这个目前的最低公司 当成是他的给劳工的一个 基本给付的一个形式 来做这样的一个滥用